字幕提供 或者不是一見鍾情 不過很早期已經對她很有興趣 如果要說什麼時候接觸的大約 幾天幾點我就不記得了 不過我想是十二十三歲 十二十三歲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聽音樂 不同種類的音樂都喜歡聽 怎樣去接觸這些音樂 都是透過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看電視、看MTV、聽相機 我說的是在外國那邊 什麼都聽的 十二十三歲 很自然地接觸到Hip-Hop 或者再加上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當時的朋友仔 就是上學那班同學 或者都是同一 玩一起當然這戲也一樣 喜歡打籃球 喜歡看這些戲 不不不 喜歡Hip-Hop 是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重要的 就是有一班人一起去 去培養這件事 這件事 很難看 是十三還是十四歲 我就投入了這個Hip-Hop 好朋友 即使我是已經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首先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我經常都強調就是 我是很尊重Hip-Hop這件事 有時我會不會做錯 會不會做錯一些 做一些對不起Hip-Hop的事情 怎樣呢 或者是有時真的 擺了Hip-Hop在第二 然後擺了另一件事 或者是金錢 或者什麼什麼都好 其實這些事我覺得 都很自然的 因為我不是經常說 喂 經常想賺錢 但有時我就會忘記 先聽聽聽 Hip-Hop其實 我小時候 即使我十三歲的時候接觸 事實上是十五十六歲 就要正式融入文化 即是自己開始 嘗試寫一些Rap 或者去參加比賽 或者自己Rap 自己錄一些東西 那我現在想起 所謂大過兒子 想起我都是 喂 我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那個司長都不是這樣 都是我記得那時候 有些是好像很天真 就是Hip-Hop很棒 跟朋友玩在一起 那沒有人教我們 沒有人去 不是想訓練班 不是想課學的 是我們自己融入文化 那時候我們那個 那個概念 都不是說 喂 想賺錢 想什麼什麼 只不過是 一個很棒的 Escape 即是我們透過Hip-Hop 可以給予我們很多快樂 所以有時候我現在大了 就想回 喂 以前都不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 就是經過這個階段 就是入行之後 有某一些情緣 或者都是忘記了那樣的 首先要反省 然後要跟自己說 喂 你會不會是 走錯了 或者不應該走這條路 或者要走這條路 就是關於Hip-Hop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我就說我跟她的關係 就是我當是一個人 就是好像跟一個真的你的朋友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我們都是很對的 就是我很感激她 很感激這個朋友 因為她真的對她很 實際上 為什麼我現在剛剛 為什麼我跟她做 為什麼你會有興趣 跟我做這個訪問 她會拍我的照片 她們會請我去做這個 功能 就是所有事情 為什麼我會有機會 去拍這套打擾台 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由一個地方出來的 就是我Hip-Hop興趣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這個接觸這個 接觸這個 就來了 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絕對是 就是 報答不了這個朋友 就是我唯有可以做到的就是 繼續跟她一齊這樣去 就是她去 生活路 就是我給她多東西 她給我多東西 對